哈喽大家好,我是吴可飞 欢迎大家收看《岳家新语》第二季 一开始来新加坡的时候 非常不适应的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 离开家 然后一个人生活 我从小读书都是在父母身边 然后所有的家屋活 都是由父母照顾 然后这边就需要自己做家务 自己煮饭 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 还好就是SEO也是对我很照顾 那时候因为也没有疫情 然后会定期举办 这些活动 然后让不同生部之间 包括我们和行政人员之间 还有不同时期来SEO的音乐家 可以大家互相熟悉 我觉得整个乐团中 没有一个乐器是不重要的 中湖在乐队里的那个角色 就好像 因为我平时爱打游戏 就好像你乐团里 需要有一个是DPS负责输出的 也需要有一个support 然后中湖就是担任一个这样的角色 中湖就是承担着 你在高频的地方有二弧和高弧 然后在低频又有大提琴和Bass 中湖在中频就连接起了两边的音色 让整个乐曲听起来更加厚 所以我觉得中湖在乐队里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平时在业余生活中 我喜欢打游戏 video game 还有还喜欢玩trading card game 这对我业余生活 是一个很好的放松心情 但是像玩卡的时候呢 也有点像下棋 需要你有长时间的专注力 然后呢 也要有multitasking的能力 因为你不仅要专注于自己的场面 还要专注于对手的场面 这有的时候对我演奏呢 也是有一点帮助 因为在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两个小时 完全专注在音乐里 然后呢 也需要同时注意到别的声部啊 你的声部别的成员 包括指挥 这样各个的反应要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玩游戏 有的时候 也可以帮我训练这方面的能力 除了玩游戏以外 我还有一个兴趣爱好 就是关注日本的一些文化 包括音乐 包括电影之类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 也会想要把这个联系到 我现在专业上嘛 我有的时候会改编一些 日本的曲子啊 然后我会cosplay 一些剧中的人物的穿着 然后拍一个video 放去网上 觉得是有我自己的一个兴趣 我觉得学习一门乐器 你不一定是最终要成为 专业的演奏家 音乐家 因为你在学音乐的过程中 它可以帮你也是放松心情啊 还可以帮你提高审美啊 最重要一点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是别人把音乐带给我 现在呢我付出努力以后 我也可以把音乐带给别人 让我觉得学音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音乐带给别人